物价 你说今天是物价 突飞猛进 人家专家给预料出来了 就今天下半年的物价 挡着过 挡着这个好气 百姓评说当今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这期视频天堂马哥 说说百姓关心的物价问题 什么涨了 什么降了 专家又预测 下半年的经济走势会怎么样呢 来咱一起听天堂马哥说说吧 我哪儿他们那么大压力 也是 关键我又聊几条 老百姓就认为 还是这 就这房子 看病 孩子上学 这压力大 这老说这三刀大山 这三刀大山没铲除 现在可能又冒出又三刀来 可能还多 好多 你看今天这物价 突飞猛进 跟高铁似的提速了 蹭蹭的 黄瓜刚降点价 新闻式的价子上去了 降了价来点 葱又上去了 你这 前两天的浑香酒 咱们得吃馅儿 韭菜八块 浑香 十块了 有的卖十多块 是什么 我那天买的是九块 哦 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 咱人家说是贵的 你得反应 他贵就是贵 你得说 你不说 他老这样 反正病人怎么知道 他长上他有他的道理 他说了 那意思 一个是菜地那儿 不行 一个是运输不行 反正我觉得这里是有原因的 人家专家给预料出来了 今天下半天的物价 等着这个好气吧 绝对是全涨 全面性的涨 哦 全涨 全涨 你看你不 这是咱吃的你知道 你像你这不做饭 不什么的 你不知道 每天得买东西吃 咱们常日常的东西 都知道 是不是 现在他说了 还有涨的 都在老百姓常用的东西涨 不常用都降了 说房子降了 这放他妈屁 房子降了 我这也买不起啊 我说车子也降了 是降了 我有号吗 我说放屁 敬他妈这些人的 敬放屁啊 本来是涨价 老百姓想土土不快啊 还拿这方面 他劝你 有降价的 全外还降价了 我买了就 我买它干嘛用的 我们说的涨价 就是我们老百姓常用的 现在生活水平确实是高了 是高了 你过去你车门 你就低了点牙子 现在都带鲜花 对带鲜花 是不是 对对对 都带鲜花 你说是不是 还送花 送花 还要带点牙子呢 少 少 都为上农村去 你带这过期月表 给人家踢出来 是不是 前些年送月表 人就知道名义 这月表里有货 那不是 这盒儿 敬包装肯定有货 您看 如今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幸福指数也提升了 但物价上涨 还是让人有些担心 您觉得 什么涨了 什么降了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一起分享 您的看法和感受吧